特别提到有关设定格式化条件 设定格式化条件其实非常好用 所以顺便又补充了几个 另外再把工作表复制过来 把里面的格式先清一下 那我又用了另外一个方法 什么方法呢? 用Column Column指的是什么? 目前所在的栏 不过它不会给你ABCD 而会给你1234 所以这边的话 如果是B的话2 2的话当然不是我们要的 所以把它减1 才会得到1 后面Raw的话为什么要减3? 因为它现在在4 所以必须要减3 后面的话再加一个等号 然后把两个相乘 特别说这一定要刮虎 为什么不 这个如果没有刮虎 结果一定会是错误 因为它一定是先乘除再后加减 所以这一点可能要注意一下 做完之后的话 这个向右 向下就可以了 或者向下向右都可以了 那它的好处就是说 它完全不用管说 哪边需要把它加钱都不好 OK 好像有的音量比我还大一点 OK 那再来的话 因为现在天气太好了 那再来的话 这个做完之后的话 我们要再复习一下 因为我们一年级的时候 各位有学了两个学期的VBA吧 是不是都忘光了 对 记得一个VBA 真的吗 好太好了 待会的话请各位 把那个VBA写出来吧 还记得一些吗 多少 好 我再来提示一下 一 一样把这个复制一下 把这个工作坊复制 复制完之后的话 这边改成VBA 99成法表 用VBA来做的 那VBA里面就是一 请你把这个范围的资料删掉 我需要两个按钮 一个按钮是什么 就是按一下之后的话 它就输出99成法表 帮你把它全部跑完 一个按钮的话 按一下它之后就把里面资料清空 就两个按钮 这要怎么做 这个 我现在说好像失败以前 我就做过类似的这种练习 只是 如果没用到的话 可能很快 我把它提示一下 怎么做 一 请你先把 不是录制 这个不用录制 这是要自己写的 一 请你把那个开发人员打开 还记得吧 其他命令 自立功能 自立功能区开发人员打勾 OK 按确定 好 第一个开发人员出来 第二个的话 切到Vidobank 跳出来了 OK 然后呢 还记得吧 在这边按右键 插入一个模组 那这个模组里面的话 姿态小 把它工具选项 先把撰写风格字 放到12号 它12号是 OK 我要两个 两支程式 所以第一个一定要写在模组里面 第二个的话写一个sub 那名称的话呢 叫什么 叫99x罚表 所以这边的话 你就打一个99x罚表 直接Enter就好 它就会自动帮我产生一个sub Enter sub也会出现 那里面要写什么呢 我们就是什么 按一个TAB键 这边可能会先for i 等于什么 1到9 Enter两下 打一个next 再移到中间 再按TAB for j 等于也是1到9 Enter两下打一个next 然后输出到哪里呢 输出到sales的 哪一列 第i列 哪一栏 第追栏 输出什么东西呢 输出先 如果不知道 先输出一个空的 空的其实就清楚了 这个当然 你可以把这一段先复制 写好 复制写到下面 这个就清楚了 应该有印象吧 还是完全没印象 剩下来就是把这个后面 把它写完就可以了 那要写什么呢 因为我要输出到这个储存 sales的IJD 第一个 他要先怎么样 不对 这个位置的话 可能要变动一下 应该不是 1到9 这数字应该是1到9 可是位置不是1到9 所以 列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应该是第4列到第12列 所以这个列可能要改 i的话是列 第4列 到第几列呢 第12列 所以这边可以看 这边要改一下12 然后 蓝的话 是第1蓝到第9蓝 不是 刚好又加1 所以这边的话改成什么 第2蓝 到第几蓝 第2到10 OK 所以 这边也是一样 所以这个 这可能下面部分也要改一下 下面也是要改成这样 清楚的话就清楚这个范围 好 那剩下来就是说 我要输出的东西输出到这里 它第一个是什么 这里面应该是输出 一样是i 但是问题 i的初始值是4 它不是1 所以怎么样 这个好像跟刚刚那个Color很像 减掉多少 不 跟这一样 应该是先 先这个是先蓝 再列 所以先tray 所以怎么样 它预设值是2 从2开始 所以必须减1 空一格 and 空一格 再加上一个乘号 乘号我先用x代替 好了 用x 小的x 然后and什么呢 and 后面的话就是 再串那个列 列的话就是用i来代替 i 那跟i就是raw 就是列 哪一列 它从4开始 可是我不是要从4开始 我是要从多少 从1开始 所以必须把它减掉多少 跟刚刚一样 减3 那我先做到这边好了 应该可以看懂这个逻辑吧 我先跑一下给各位看一下 执行 执行的话 我按F8好了 不要跑太快 然后这个i 指的是从这一列 到这一列 然后呢 这一的话指的是这一列 到第10列 那我现在 i现在等于4 这一等于2 意思是这个图存格 这个图存格 要输出什么呢 就是 这个 减完变1 乘上 这个减完还是变1 那把1乘1 输出到这个图存格 OK 按F8 有没有发现 这个就输出了 那NAS的话呢 意思是NAS NAS追 J的话本来是2 它NAS之后就变加1了 加1就变3 意思是说下一欄的一次 就这个储存格 那刚好J呢 前面的数字 本来 有没有 本来是2 现在变3 变3 变什么 2乘上1 所以按F8 你会发现 就输出到这里了 以此类推 它就 再下一个 有没有 下一个 它就会先把 第一列的资料先输出完 输出完之后 那其他都一样 再下一个 下一个 一直跑跑跑 跑到我没有为止 就这样 那可是还没完成 哪里没有完成 后面还有等号 所以我后面把它写完 这样应该就OK 碰一格AND AND等号 再碰一格AND AND什么呢 把这个追 剪掉1 记得一样 跟刚刚Column很像 先刮糊 如果你没有刮糊 它就会 它就会先去用乘 所以乘上什么 实际上就乘上 这个I-2 I-3 那记得 I-3 前刮糊 跟后刮糊 也把它加一下 这样子的话 乘4 就大功告成 我们来跑一下 你们可以看 OK 试一下 有没有 1乘上1 等于1 有没有 一直到99乘8表 全部就OK了 那如果清楚的话 实际上 只是需要把后面这一段东西 把它变成没有文字 就是后面再加上空字串 所以把它执行 这样就OK了 好 对了吗 好 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这部分 有没有哪里不懂 应该OK吗 还有印象吗 还有印象吗 算 forI指的是这个输出的哪一列到哪一列 forI 4到12 forJ的话就是哪一栏到哪一栏 然后后面的话就是再把相对应的关系 分别输出就可以了 画面呢 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OK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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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